这个烧鸡是这样的 来到这个餐厅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吃饭 服务员依依就立刻在厨房拿出来 是刚刚烧好的 至于这个 就是酸梅汁 15元一盒 至于老婆 就在这儿和狗玩 上一集我就和大家去吃摇鸡 这只摇鸡非常好吃 既然我们来到惠州 没理由不去浸温泉 在惠州的北边 龙门苑那里 是有很多温泉资源的 今年我都没浸过温泉 我计划在这里订一个民宿 大概价格为200元左右 有些还会有一房一厅 室内有温泉那种 是不是很吸引呢? 出发了 不过我要和大家说一下这里 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 大概的方向就是在惠州 龙门苑麻炸镇 即是在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 话说我们要从博洋去龙门苑 其实严格来说 这里已经算是龙门苑 龙门苑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走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会围着龙门苑 由东南过去 又或者西北过去 但是我们为了省费 就没有走高速公路 就走了这些远道 还是乡道 我也不知道 全程都是两车道 但是风景非常优美 为什么我们会停车呢? 因为在我们面前有一棵千年大涌树 是在无意之中被我们发现的 龙门苑 这里写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夹命为止 这些都不重要 这棵树是叫千年涌树 这棵叫做 鹅溪千年大涌树 鹅溪和邪老涌树下 象祭灾民为止 这棵就是鹅溪了 河水也挺急 没有 那边那边不太大 哦 即是原先那边也很大 现在要找些东西 哦 现在要撑住才行 否则会倒下来 这棵树很厉害 隔壁这棵不久了百年 哦 这棵不久了百年 哦 隔壁那棵是一千年 哦 这棵树 哦 就是一路往山里面走进去 因为我们是新能源车 其实就无所谓 如果有些黄牌车 它排放很厉害 其实是不让它走的 因为我们全程都在山林里面 弯弯弯弯地走 路上的车都很少 开十几分钟都看不到一部车那种 另外呢 这里的空气超级清新 我经常说 哇 去到松化的空气很好 这里和松化比 松化都真的差很远 在榕树旁边 还有这个 这个应该 我都不懂怎样形容 是什么 上面写着天佳远寿 公园2003年 哦 2003年纳 但是上面的瓦顶装饰 都很别致 而且我们还在这儿 发现一棵燕子 这里就是有一棵 有燕子的屋 才是金贵 才有福气 对吗 有一棵燕子 因为我刚才看到 燕子飞走了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终于开了过几分钟头车 我们来到酒店了 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 其实这里是一个温泉度假村 严格来说 都不叫温泉度假村 它是好像一个楼盘 然后有业主买了 然后就租回给他们 租回给他们 出租 出租 大概就是这样的形式 至于几次呢 我就不再拖梭 如何在美团上订购 总之就是231元 说一下真话 其实我还未到酒店 还未到房间 我不知道房间是怎样的 不过看图片 它是会有几种 第一,它是会有些什么设施呢 首先是会有 有热门 有煮食的炉具 有室内的温泉 还有这里风景超美 大家看看后面那座山 对不对 挺厉害 上去的房间 是叫做1007 就在这边 看看是否一样的 它给了个密码 我们是463721 我们按密码 463721 我们尝试一下 这么新潮的开房仪式 咦,可以了 进房间 看看有什么有趣 哇,这个阳台 很棒 看看有什么设施 这里锁住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洗衣机 不过估计我们是用不到的 这里有一张大桌 有一张茶几 最棒就是这个 不过可能要清洁一下才行 对不对 我们未必会浸泡 因为我们浸泡温泉 其实不是太过热 但是如果喜欢浸泡温泉 这里就很棒了 真的超棒 你会看着这座山 这样来浸泡温泉 是否很值 都是231 而且 它是一房一厅的 首先有煲水的地方 有一个冰箱 冰箱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的 房间 它是只有大床房的 就没有双床房 双床房的价格就会比较昂贵 这个房间是否比上次 我们去维州西湖隔离的大很多呢 我想 我认为 只是厕所都比上次大 当然 不同地段 不同价位 又是这一句 在这里睡觉 超棒啊 当你睡在床的时候 右边就是看着山 至于唯一不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 远了一点 真的远了一点 刚才我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 一个半小时 没有两个小时的 加上扮入房手组 即使如果在广州市区 我们又看看来到这里 要花费多少时间 但是又不是很久 如果在这里行高速公路 港河高速 回到这里 都是一小时二十三分 即使你七点钟不用 就已经可以回到家吃饭了 说起吃饭 我又有点肚饿了 这个钟数五点二十分 那一于就带大家 去龙门永汉这里 找点食物 听说又是龙家菜 出发吧 Hello Hello 我们来了餐厅 在酒店开车过来 七分钟就到 很多食物在这里 话说上次我们去虫化 其实我们是想吃粥筒饭的 不过上次因为天开始黑了 各个地方都去不到 所以我们又没事 今天我们要尝试粥筒饭 大家看看左边这里 它会有鸡的粥筒饭 牛肉粥筒饭 和腊味的粥筒饭 我们就想变成一份牛肉粥筒饭 其实这里的鸡 所以胡酥鸡也是很有名的 而且他们的做法很特别 叫做生坑螺胡酥鸡 但是监于我们中午已经吃过这么漂亮的鸡 没理由多好吃 都没理由餐餐吃鸡 对不对 和大家读读餐牌吧 刚刚和大家说的 生坑螺胡酥鸡138 一煲 不要以为138很贵 很大煲 因为胡酥鸡的体型 是比较大的 除此之外还有荷叶蒸胡酥鸡 那我们不吃鸡 第二道菜 就是我们反而想吃铁板 高油仔 看上去性价比多高 48元一份 除此之外 他们这里也会有很多 铁板菜 比如说铁板牛仔骨 铁板牛肉 围绕都是50多元一份 还有这个铁板鵝筍头 厉害 既然刚才施起大家一条 说到胡酥鸡 又看看 除了生坑螺胡酥鸡 同本精胡酥鸡之外 还有什么胡酥鸡吃 比如说这个沙姜焗胡酥鸡煲 围绕除了大线胡酥鸡之外 其实都是一字头 我觉得真的不贵 你在市场买胡酥鸡多少枝 六七十可以吗 要看重量 看尺寸 生坑螺胡酥鸡 就是刚才和大家说过 荷叶蒸胡酥鸡 如果真的要吃胡酥鸡 我想选择这个 说到这里吃竹筒饭 除了竹筒饭之外 原来还有很多竹筒菜 竹筒菜 原来也有很多 竹筒蒸水蛋 我第一次听 不贵 28元一例 竹筒蒸南瓜香芋 这些也挺好的 如果人多来 不错 因为你吃肉多 而且竹筒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刚才老婆提醒我 原来我们在驾车过来的过程中 在山上 弯弯弯弯弯弯的山路 原来会看到有很多竹筒 有些农民 或者佛木工人 砍了竹筒出来 可能就是用来做竹筒饭 废话少说 怎样的菜 但是那里是近富力那边 来吃农家菜 松花、惠州、农门 这些茶很有趣 这些茶 竹叶 竹叶可以做茶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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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煲水喝 让我试一口 爸爸说可以 拿来清热 这些是竹叶 真的 如果说是竹叶 不需要 麻烦 麻烦 真的很特别 竹叶茶 当然 这餐真的全竹叶 从茶到饭 原来竹叶做茶 是有这样的好处 当然一股就是清热 竹叶茶核心功效 就是清热、除饭、利料 适宜人群就是 心火抗性、夏招失业患者 这些字怎么打呢 竹叶茶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因为它里面的黄酮化核物 比较多 所以对于调节血脂 是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这些人 经常出来喝饭吃吃 你说血脂不高是假的 喝点竹叶茶 有益 烈灵味 谢谢 哇 很长 刚才我们还在想 究竟这个金属物品每张桌都有 究竟是什么 现在我就知道了 原来是来放竹筒 大家看看这个竹筒有多长 这个竹筒是新鲜竹 这个竹筒 刚才我们问姐姐老板娘 究竟多少人饭量 五到六碗 应该目测有1米 目测有1米 原来这样做的饭 我这么大的儿子 真是第一次吃 看来这里 怎样 看来这些饭粒 很丝妙的感觉 即使牛肉 是腌过多 我肯定腌过才能吃 它又不是肉片 看来 像是肉碎 看起来 吃到肉 当然是吃取多肉 我相信吃得到 再来第二份 就是这个鱿鱼桶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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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适 米是很絲苗的,有少許硬身 但會有少許粥的香味 肉是一種剁碎的肉餅 上面放了少許蔥 吃起來有少許甜味,挺過癮 竹筒飯的原理就是把飯放在竹筒裡 調好水的份量 然後放上去燒 所以看到這部份就黑了 明白 老婆說如果在市區吃到竹筒飯 只不過是一個器皿 就像你吃菠蘿炒飯 菠蘿只不過是一個器皿 但這裏就是一個煮食的用具 應該吃得完,我現在很餓 它的飯真的很有咬口 不是很滑滑滑滑的感覺 只顧吃竹筒飯 都忘記了這個魷魚筒 老婆說試過,有膏 真的有膏 這裏有油魚筒 裏面有醬汁 吃起來不算很多 但裏面有肉汁 而且不算太硬 我的牙齒這麼炸 都咬得到 這鍋子飯更要乾 對 沒錯 要小心翼翼地拿著竹筒 但如果有人反了 便會吵架 然後把碗放進去 這樣拔起竹筒飯 是會有少量的飯粒 黏在上面 前幾天我們就去吃過蒸飯 有一點像那種感覺 不過蒸飯會比較濕 至於竹筒飯更為乾 好,我們吃飽飽了 最終埋單是$120 接下來的行程 我就帶大家去永漢鎮看看 在這裏開車過去五分鐘就到了 出發 經過了幾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來到永漢鎮 後面就是永漢中學 剛才我們進入超市 買了水和水果 裡面都挺容易鬧的 東西都挺齊全 但因為裡面的音樂太厲害了 出不了街 所以我就沒有拍攝給大家看 我們還買了些水果 等人回去酒店 房間慢慢享受 原來這裏也有不少奶茶店 壽司店 炸雞扒店 都挺容易鬧的 還有飲湯 功夫湯 旁邊還有一個便利店 還有西瓜 還有在賣西瓜 西瓜不好了 怎麼吃 吃得很難吃 好,我們終於發現一個麵包店 鑑於明天我們打算一早就去 增城正果小鎮 吃雲吞 但是又擔心在路上 突然肚餓那種 怎麼辦呢 我們會賣一些麵包 在車上 或者是剛剛起床的時候 頂住肚子 進去買東西 早逗 走過無奈 發現這裏好像不太多消夜店 這裏就是人民路 會不會每一個省都會有人民路 究竟中山路多 解鳳路多 還是人民路多 對面就有一個 食糖水 和炸雞的店 前面有一堆藥店 对面亦是一堆弱点 今天我过来永汉这边 最大的感触就是 距离镇或市区是挺远的 我们今早开车都开到够了 开了过几两个小时才来到 经过很多个很隐世的小村 那些村真的好像与世隔绝 里面会有那些路只有商行车 我曾经试过很长一段路 都是看不到有任何车经过 看不到有任何人 老婆说好像去了外省 我说当然不是 这里还是广东省内 当然如果走高速是会热闹点的 但是走那边其实不是方便很多 而且还要多花五十多元 如果二十多三十元我都算了 花五十多元就好像太离谱了 永汉这边主要都是以旅游 比较发达的 因为有很多温泉酒店 旅馆 民宿 但是因为一场疫情来到 刚才我们在民宿里面看到 都真的不是很多人 等一会儿如果回去 我们可以看看 拍给大家看看 那栋楼 我们还有多少盏灯开住 好了 我们先走这边 我们等一会儿回到酒店 再拍完最后一个 看看有多少盏灯开住 好吗? 好 那我们现在又回到度假村 我们刚才进来 看到只有两个别墅开住灯 我们假设开住灯就是有人 就是右边这一个 和中间这一个 大家是不是看到七黑一片呢? 是的 没错 前面这七黑一片 其实就是我们酒店的地方 在这里是不是隐隐的 看到有盏灯? 是的 你们看到有多少盏房 你们应该看不到 我看到是一二三四 五六六间 七间 我看到有七间 至于那盏灯那么光 那里呢 其实那盏灯那里 就是他们的酒店的 招待处 那个工作人员姐姐 就在那里开工 那当然 别墅的入住率 其实就更加少 前面这一间就很热 我已经听到 他们在唱卡拉OK 至于旁边这两栋 都是有人住的 都不是那么差 大家又想不想知道 住一晚这些 别墅大概多少钱 当然我只能说是大概 大概是1500元左右 是的 1500元 是超抵住的 因为它不是一伙人 比如我们两个人 平均一个人 用到大概1-1-2元左右 住这些呢 其实来这些别墅都挺好的 Home Party 来这种最好 不过最重要是 你找得齐人 好了 因为实在太黑了 我再拍下去 大家只能看到七黑一片 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 约定大家下集见 我就和老婆再散步 刚才的竹筒饭 真是很饱 拜拜 下集见 好 我们找到吃早餐的地方 我们今天吃拉腸粉 有鸡蛋腸 瘦腸 我们吃完腸粉 才过去增成静果小镇 还没吃云生之前 闻到他们的汤底 很香的大地鱼 还有这些花生油 还有这种鱼仔 这种鱼仔 下面有油浸 38元一瓶 2 3 4 1 2 1 2 2 3 2 2 2 3 2